現在在疫情嚴峻時,陳淑章仍然拉大隊去所謂的開會飲酒 很明顯他是以知法犯法,更可能引發社區疫情的爆發 增加防疫情的難度,亦都做了一個非常華的榜樣 必須以言為的譴責,陳淑章仍然是欠醫護人員和全港市民的道歉 政府已開刊說了,他是沒有勒兜語言的豁免 政府也清晰解釋了法例 那個酒吧當時也符合公共地方的適宜 語言在議會外的場合參與或者組織群組聚集 不管是屬於立法會的職能與否 亦都不屬於豁免的群組聚集 亦都根據《香港法例》第599之章 即是禁止在公眾地方多於四人聚會的規定 另外如果餐廳或者食肆 他是沒有遵守《香港法例》第599F章 關於餐飲業方面的防疫新規定 例如在餐廳或者食肆裏頭 不可以有多於四個人同坐一張桌子 一經證罪最高可以被判罰 罰款5萬元和坐牢6個月的執法部門 我相信應該馬上採取果斷的執法 去嚴肅處理和徹查這幫人 還有真是要盡快將他們帶上法庭 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亦都要提醒陳淑莊 他上一次他犯的罪 是判了8個月監禁 緩刑2年 他現在還應該在緩刑期間 如果他真的帶上法庭 令他絕對上次的8個月監禁 就是要求恨人